大件事大件事 柯震東和蕭雅軒這對子弟 好像玩完了 他們傳出了程海翻譜 但Alpha好像心情沒有被影響 還有Instagram上載了 和設計師朋友的合照 見到他們在機艙裡頭貼頭 好親密 搞到網友都不斷問他是什麼 而柯震東就在Instagram都反擊 說我不喜歡說謊的人 還襯一張耶穌釘用槍砌成的十字架照 跟手又上載了令人討厭的蟲子的一生 究竟蟲子是誰 似乎已有所指 而且我得到一個路邊社的消息 有個疑似是柯震東的人 在Facebook化名叫做柯衝動 爆料說有人和其他男生 很多互動 究竟誰是那個友人 還未完結 他還喪鬧友人在夜店偷食 還說對方吊了耶穌的臉 等天收 但爆料之後 這個帳戶已經刪除了 當大家猜這個柯衝動 是不是就是柯震東本人 再爆點的事就出現了 他的經理人就成形 這個是他一個非常私人的宣示渠道 屬於封閉的社群 不知為何內容會流出 而那些內容是沒有針對誰的 你又信不信呢 不過柯先生就一於很少理 他被人拍到 和前大學生了末班底的Tracy 在街上抱著腰 好像很甜蜜 外界當然是罵這個Tracy 加入別人戀情 是一個不要面的小三 不過他的經理人就說 阿柯先生其實已經擔心了很久了 而且私人的事不想再提 甚麼話 單身了很久 所以他的經理人就說 既然單身了那麼久 所以根本不存在小三 又或者花心劈腿這個問題